VBA的话那应该怎么做 就是让它用VBA的方式来 把它日期做修正 那首先当然你下载完之后 我是建议你先把它存档 直接存什么档 直接就把它存成启用聚集活跃部 因为将来我们会需要把 这里面写一个VBA程式 让它可以自动修正 然后存的位置来 也许我把它存在桌面好了 这样比较好找 OK第一个 第二的话就是 一样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开 制定功能区里面有VBA 把它按确定 然后开发人员就找到了 再来的话呢 一样就是开发人员的VBA 打开 然后呢把这边的话呢 我这边是已经开了一个专案 我把这个专案把它先关掉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修正这个日期 我在这边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第一个 请你先在这一个文件的VBA里面 然后找到空白处按右键 把它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模组的位置 请要特别注意 它的专案名称一定要相符 所以这个是真跟这个一样 这个是有中瓜无论啦 那因为其实我有另外再开另外一个档案在下方 所以我记得不要把它插入到不对的一个专案 不然的话你将来会找不到 按右键把它插入模组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写一个程式 那写程式的话 这个程式名称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反正一定是一个模组 然后写的程式一定 开头一定是Sub 这个Sub的话 其实对应的关系 就有点是你将来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那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做修正日期 空一格 然后后面打上修正日期 那接下来的话 把工具选项 工具选项把它设定自放大一下 不然字太小了 把它改成大概14号字 好 那如果我要修正日期的话 怎么修正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 假设我只是先修正一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 这个储存格 所以如果假设我先不要跑回圈 我要修正的是A2储存格的话 那我先跟大家讲说 我的A2储存格的位置 叫Sales的第二列 逗点的A栏 这样的话叙述就是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要针对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做改变的话 你后面加个等号 后面就修正的结果 等号的话 就是把后面修正结果放进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要怎么修正呢 很简单 这个逻辑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只是说呢 我们前面的函数 变成这边要自己打 第一个是Labs Labs的话意思说 我要抓前四个字 所以你第一个 把这个储存格再复制过来 那意思是说呢 请你帮我抓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这个资料 然后有几个字 四个字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指的是2023 然后呢 后面再加上斜线 所以and 一个双引号 再一个斜线 后双引号 那你会发现 这个感觉跟刚刚的公式还蛮像的 对 其实类似哦 那差别是说呢 and的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所以and一个斜线 有没有 然后再来做什么 再抓那个中间的月份 所以再空一个and 然后的中间月份就mid 刮胡 然后呢 这个资料一样哦 把这个资料就sales A2的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斗点 第五个字 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这个的话就取得什么 11这两个字 那一样穿在这边 然后再空一个and 空一个一个斜线 就是我的那个月跟日中间这个斜线 然后再and 一样再取尾巴的两个字 那一样我们用right RIGHT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然后呢 里面的储存格里面是要一样 sales I列的 这个 sales 的第二列的A缆 里面取两个字 斗点2就可以了 后瓜糊 好 那我们公式打完之后 基本上就长这样了 OK 那意思就是把这个公式的结果呢 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把它盖过去 所以本来没有斜线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边盖过去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就被改成有斜线了 有没有 这边就有斜线了嘛 所以其实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是把这个中间加了斜线之后 丢回去原来储存格 把它盖过去 那可是底下有这么多 这个储存格 如果要一次全部完成的话 那接下来就跑个回圈 我先把它修正回来 把这个斜线先把它恢复 恢复不了 它就变这样 没关系 把这两个选起来 让它向上好了 再恢复 OK 它会 侦测做两个改变 那上面这个就是1号 OK 好了 把它改回来 或者你把下面这个复制贴过来 贴到上面来改回1 那如果底下有这么多格 那怎么一次全部做完 接下来就要跑个回圈了 回圈的话就给它范围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 空一格到第几列呢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让它Ctrl向下 到32嘛 所以如果我希望第二到第32的话 那就 for i 等于第二 空一格到32 Enter两下 Diagnet 那这个就是i指的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那你把这个刚刚的这一行 放在这个Fornet的中间 那一般习惯是按个Tab键 让它下一阶 然后呢中间 就是刚刚那一件事情 那上下的话就是说呢 重复的范围 那刚刚我们是只有做那个第二列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2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a2的储存格 全部都把它改成2就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总共有几个 总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 四个改完之后 再来其实就OK了 执行一下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边的一个个 我按F8好了 珠康炮 有没有 这个 这个就变更了 有没有 这个变更了 那下一个 下一个的i的话应该第三嘛 所以3 那这边变更 有没有 这个也变更了 那一直类推了 底下的话就让它执行 全部OK了 所以 修正日期 其实 写这样的好处 就是说呢 你假如下一次 这要更新的 你去run一下就OK了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不然的话像刚刚 我们要打的公式 其实就比较冗长 所以利用VPI来做的话 好处就是 只要做一次 就解决了 OK 那另外的话 有一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这个32 这个32的话 比较麻烦就感受向下 因为这个日期 今天是12月14号 那你会发现它的资料 是给到昨天的资料 12月13号 那也就是明天的话 又会多一个 所以明天的话 可能就变成32列 那后天的话变成34 以此类推 它会一直增加 可是呢 你说老师那不对啊 如果我把它固定写成32的话 那以后怎么办 那明天就改33 后天改34 再一直改 不对啊 那永远都一直在改这个东西就好了 那个资料量不断变动 那你就一直改 所以有个方法 可以让它不需要修改 它会自己抓 那怎么自己抓 特别注意哦 我们之前好像有写过一个方法 就是 A1 Ctrl向下 向下 追踪 你自己找一下 最下面那个列的位置在哪里 那请你回报一下这个32的数字 把32的数字呢 回报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记得哦 我好像有写过那一次啦 就是第一步哦 游标先放在那个A1储存格 那我这里的话 直接用那个哦 固定位置用Range Range A1 那向下追踪的话 就是 End 有没有 End 然后前刮弧 向下追踪的话 Excel Down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Ctrl向下 Ctrl向下 然后呢 我要希望知道这个32的数字呢 就是点Raw就可以了 Raw的话指的是 它存放列的那个讯息 然后就把这个点Raw把它加上去 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如果假设哦 我们这样执行 不过这资料已经被改过 所以哦 这个如果再跑一次 它应该会 会没办法 它已经改过了 所以哦 你们可能要重新再拿一个 刚刚的资料 再跑一下 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向下修正 所以如果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个方法 如果现在修正完之后 如果把它恢复的话 是不是可以哦 把它去掉的话 回复 那怎么回复呢 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斜线拿掉 这怎么做 OK好了 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修正日期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